再见 好 来继续来关系的是台湾的买房议题 因为台湾的房价实在是居高不下 尤其是台北的房价 一般老百姓感叹 就算一辈子不吃不喝也买不起 台湾政府控制房价的政策 到底有没有效呢 今天希望广告今天的单元 就要为你深度分析 好 大家都很关心政府打房 但是房价却似乎还是涨不停 根据最新的国际不动产机构调查 台湾今年第一季的房价涨幅12% 全球前五名 而现在高房价的状况 早在两年前 叶士文还在当营建署长的时候 就曾经预料到 还说未来十年就是该投资房地产 现在被外界质疑了 炒高房价难道是政府的完美剧本吗 台湾房价涨幅全球高居第五项 是东区的知名豪宅 每平成交价稳占200多万 台北市区豪宅200万俱乐部大有人在 根据国外不动产仲介公司最新报告 台湾房价从去年第二季涨幅15.4% 直到今年第一季还在12% 看得出来建商开价依然高居不下 包括新一区天母指标建案都在 每平200万以上 房价敢开这么高 原因恐怕不简单 房地产的投资在未来的十年里面 不管他用什么税 我个人认为他还是一个最好的选项 两年前时任营建署长的叶世文 当年就曾对房市提出四大见解 包括钱无法被引进实体投资 最后一定进到房地产 台湾房贷利率只有1.8%到1.9%还太低 而30年以上的老房有300万栋 都根需求大 实价科税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都不会实施 全都和现况不谋而合 被外界质疑 莫非这是政府炒房的完美剧本 政府官尤其是主导房地产的营建署 确实对房价应该不要讲比较好 但是整理来看没错 这一波十年 五都台北市双北市包括基隆 台中高雄台南都一样 它的局限就是往上 其实包括租税结构 以知名营建公司过去几年来的 租税负担比率都在5%到11%左右 对建商而言根本风毛麟角 也难怪被质疑政府图利 让建商捞油水 苦的永远是小市民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而桃园合一住宅弊案延烧 现在房屋政策恐怕是要大转弯了 因为内政部营建署就表示 目前已经没有合一宅的计划 间接杜绝厂商来炒房 而未来将会是以止租不卖的 社会住宅为主 这对民众来说 无可刮牛的问题还是很难解决 民众抽中合一住宅超兴奋 但这样的场景以后可能看不到了 因为内政部强调中央不会再推合一宅 之后以止租不卖的社会住宅为主 土地是国家的 那建商来投资新建 新建上还是有新建的利润 只是说没有像言人来讲的 桃园合一宅卷入弊案 民众失去信心 比较起来合一住宅主要是出售 申请条件包含有配偶年满20岁 单身年满40岁等 利润大约是标经一到两成 社会住宅只租不卖 以经济弱势族群 还有外地就业单身青年为主 建商只拿公共工程款 似乎很难有赚头 是固定的利润 那建商当然也知道 可是过去建商习惯做的是 高利润的那种暴力的那种行为 那怎么可能会容许 合一住宅大量的推出来呢 建商真的会比较高兴 因为反正你百分之买过起房 你去租房子很好啊 但无可蝸牛联盟指出 社会住宅政策到地方也变了调 像新北市采BOT 以市价出租户数 比重竟然高达49% 合一宅也要出租宅也要 因为毕竟你不能够把民众 推到非常鸟不拉舌的地方 去让他住房 不管是买还是租 这都是不道德的 政府政策急转弯 未来用社会住宅取代合一住宅 即便建商难以图利 但能不能真的解决无可蝸牛问题 有待考验 东森采经新闻 陈旋入黄福祥台北采访报道 好 不过现在呢 的确很多人是乐着去当无可蝸牛 因为有的民众 他干脆不买房子了 把钱省下来投资自己 去学学英文 还是出国留学 像是朱学恒 尽管说他已经有老婆小孩了 但是他还是乐于当无可蝸牛 因为他认为说 租房子比买房子还要实际 真的是这样吗 来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明亮彩光 加上简单朴实的陈设 这是宅神朱学恒 在中山区的家 尽管有了蹊跷 朱学恒还是乐当无可蝸牛 月缴两万五千元房租 买房就是辛辛苦苦 把这一辈子交给建商去守 以朱学恒的家来算 中山区三十多坪旧公寓 起码一千五百万起跳 利息加本金 每月缴六万多房贷 逃不了 反观租房子 每个月两万五就搞定 省下四万元资金活用 房价已经过高了 那高到一个程度是 除非你有额外的闲钱 否则你为什么不花在自己身上 都比去买一个 你一辈子搞不好 就会变成奴隶的一个房子 要来得好多了 像朱学恒 宁愿以租代买的例子 比比皆是 以劳动部最新公布的社会 新鲜的薪资 两万五千一百七十五元来看 想买房贪何容易 包包随便一拿 就是一本本的英文书 二十八岁的小资女 小段月薪三万多 扣掉生活费 大概月存一万元 剩下的钱 全拿来投资自己 才花了四万元学英文 与其拿这些钱来买 永远都不可能买到的房子 不如说把薪水存一点起来 然后拿去投资自己 每年都要出国 不是为了享乐 而是增广见闻 不把钱全拿去背房贷 因为每月九千元的房租 以八百万的房子来算 整整可租七十四年 去栽培自己 那可能对职场上面 我相信是一定有帮助的 因为多学一样是一样嘛 投资自己虽然花的不少 但比起存钱买房 日子更加轻松 对他而言 买不买房 真的没那么重要 东森财经新闻 汪川黄富翔 台北报道